以前有人问过我 他说 鸿飞 你是江西人 为什么那么喜欢东北呢 我说很简单啊 因为我去过东北的很多城市 去过东北很多城市 就一定会喜欢东北吗 我的回答是 一定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东北是有好几个省和地区组成的 东北的文化给人感觉啊 它很统一 就像在很多南方人眼里 东北人的语言 还有他的生活习惯 以及饮食习惯 都是一样的 在没有去过东北之前 我就已经同时认识了 辽宁的 黑龙江的 还有吉林的朋友 在一个宿舍住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我区分不出来 他们之间的语言有什么区别 只知道他们洗澡特别怕冷 明明天天在吃米饭 却总懒着想吃东北大米 更离谱的是 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东北 很多人说我是东北人 一张嘴就是东北口译 所以呢 就是他们撩起了我对东北的兴趣 埋下了想去东北的伏笔 一直到2019年 我干起了旅游自媒体 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东北 我才发现 原来东北的城市比我想象中的要繁华 原来东北可以这么好看 原来东北可以这么的时尚 原来东北在历史上有这么的重要 当我去过的东北城市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发现东北比我想象中的更精彩 更多元化 在东北的文化里包含着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少数民族文化 比如满族 蒙古族 朝鲜族 俄罗斯族 等等等等 很多我们在南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东北都可以体验到 第二种类型就是中原文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文化 第三种类型就是异国文化 在东北 我们可以看到一望无际充满浪漫的大海 一起来听海枯的声音 同样还是在东北 我们可以感受到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朝地 现牛羊 到处都是蒙古包和牛羊成群的场景 真是因为东北的暴龙性 让我们在这片东北的土地上 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人文 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文化 和不一样的经历 已经去过快三十多个东北城市了 对东北的感受就是 去过的东北城市越多 对东北越了解 对它的喜欢就会越严重 对东北的感受